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狼美的话 狼美只要不被戳就还行 但是第一天确实我想了想我那个位置我不能再去勾了 因为我如果勾 KS已经勾了 那我再去勾 那么这盘基本上是五六七十二十一个阵营的圈圈必死 所以我就只能冲 冲的话就被齐了 就被齐了 反正就被齐了 但是这盘我们确实是靠着11号人家最后取得的生命 因为当时很多弹幕老师说让11号自爆 其实11号自爆也是个好的选择 就11号自爆砍了12 KS强狼美 强狼美把8砍了之后 就是得砍牛耳干 砍完12之后第二天他连谁呢 连女巫或者连 他要推个平民 但是有一点风险是什么呢 就是他比如说KS当天晚上肯定砍原家 他把5推了 5推了之后 那么他肯定是砍8对吧 砍完8骑士之后 他会连9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好人会玩的话 他有可能知道他是狼美的话 可能就随便推个平民 推民抗5 也得砍9 那也是一样的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是初11 因为手卫死了 然后初11 11自曝其实也是抗议推5 然后KS留在场上也能抗议推5 反正怎么着 我们都得抗议推5 然后11号玩家的身份呢 其实由于10号井上给11号发了金水 11号的身份就稍微高了点 但是10号最后也找到11了 主要我们是把5号身份做的挺低的 反正这局 然后我们其实也不太懂这个规则 其实我当时 我当时我玩的时候发言 我都想说那个 10号玩家一定是狼的点 是因为好人不能跳身份 因为他跳了预言家 因为我们对于这版本也不太熟悉 然后想让8号去骑驶 但是那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bug了 就是因为如果8号去骑了 是10号为底 底盘为好人 这个东西好像 对 就是我们发言我们不能拿游戏规则去绑架 8号去骑驶 所以我们那个位置也没有去这么聊 然后其他也没了 把这盘反正打到决赛圈 我们是靠11号赢了 也挺好的 不是 但是规则还是要定一下 你到底能不能跳远 对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玩这个板子 很多规则方面的东西 就是没有 而且你看王宝宝说5号那个逻辑 说王宝宝说5号人家接茶茶 他就跳预言家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其实不成立 因为我们接收到的规则就是好人 你被茶茶之后 你只能说自己是好人 你都不能说平民 你也不能说自己是什么女巫 什么的这些东西是不能说的 所以这个板子可能还是规则上我们第一次玩 所以有些理解上面的不同 我们对于理解上面有一些不同 除了规则上问题 整体我们狼队战术规则 主要还是靠11号狗 就是狗活下来了 狗活下来了 扛推了一个5号 我那天如果自首狂儿能力吗 自首他也是初六 你自首肯定能行 你自首肯定手离便宜 狼队自首起来 他也初六 初六完了12次了 狼儿起来给我一张 只剩11号一张 他起来给你给我一张 不好说 给我一张之后 就只能说是不好说 他扛推两个好的人 就是他扛推两个好 嗯嗯嗯嗯 不好说 只能说是 但是小耳没准备啊 我没办法 只能说是不好说 但是能不能打是不知道的 成功吗 嗯嗯嗯嗯 哒呵呵呵呵呵哈哈哈 我刚才抽出来 骑士不是落地抽吧 骑士是听完一圈发言 骑士可以听 你比如说他就是听到 他想落地就抽就可以 想听见人发言 抽也可以 想听完整个所有人发言 就是必须抽了 这个就没有 我们正常的骑士老美 骑士可以不抽人 可以投票 但我们这个 这个是必须要发生技能 谢谢水兔兔的抖音号 感谢感谢 谢谢水兔兔的抖音号 谢谢感谢感谢 对 其实找11还是很好找的 因为11号确实保了6 那个位置 但是这就是心态问题 你就觉得6号老美 11号敢不敢保6 就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吧 这个东西就是看状态和东西 不是没敢聊6 这个你说的呀 正常情况下 最后一天 如果五媒找你PK 你肯定出不去 这是实话 对吧 如果五媒找你PK 你肯定出不去 这是打木杰桑 实话 五媒找他PK 就是五合十一顶头 对啊对啊 你会觉得五十号人说 五媒找他PK 他肯定出不去 对吧 没用 就一定 搏杀到预言家 预言家 正常 对正常 那不是 其实这个板子是什么 是考验 就是那个骑士在外之位找狼的能力 那个规则还得出这一板 那你说是他跳人家退水 他算不算跳身份 因为你说的是你让好人不能跳身份 是 我们说的 他是很特殊的身份 他是跳的预言家 他有没有汉跳预言家这件事情 无论他平民汉跳 还是狼人汉跳 以他有没有退水为例 那我请教 比如说我跳个礼物 我随便报给你 不可以 他跳的是预言家 我们规则规定是可以有对跳的 没说你可以跳女巫 我们说的就是可以有对跳 这是对的吧 因为我们先普遍认为 狼人汉有预言家的板子 我们从断定谁是预言家 开始这局游戏 所以预言家额外 他是让神传 在这个版本 对我们说的很清楚 因为我锦夏到我发言 我肯定要看他 主要我们第一次玩 好多限制不太懂 我说好人不在那边说 到了预言家的平常是好人 我肯定要看他做 这个玩法其实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但是之前订的是不是锦夏直接落地出 就没有发言 对吧 这个就对了 然后我是仔细想了一下 因为我自己 结束来说的话 你肯定是发两个言 我自己尝试过 就是一轮发言 给骑士的容忍太低了 而且我是打算把它用在高校联赛上 缓换这么定的这个版本 你听我说 然后用在高校联赛上 我建议 就两轮 不是 我建议就是没有第一代跳演 没有什么 肯定不行的 就是一个对一个 因为是比赛 就是一个对一个 其他都别跳 不 你这个玩法限定了 就稍稍有一点更具限 比如说狼人接到 但是你看观众 我觉得你们不用把12号 的话就当成圣旨 就他是预言家 但是场上的玩家 不能过多的去依赖12号发言 就是你不能等着12号 去给你们找最后一郎 就自己还是得有自己找最后一郎的能力 你不能就是 就是这个游戏 你不能就是只听高配发言 你想通过高配告诉你答案 这个心态不对 你还是得自己去找 这样 这样好一点 那一会等12号进来 那个 你说说你保了没保11 你好好说 都说你保11了 就算我 给12个镜头 我记得我的原话是 你第二轮自己找人PK 我说我不保你了 我只记得我一验的时候 如果说错了 你帮我纠正一下 我一验的时候说的是 我一验的时候说的是 你自己找人PK 我不保你了 我说如果你等会被投出去了 就是因为大家都听不懂你的发言 那就属于你的发言是最差的 如果大家认为这是保的话 那就是保了 你真的这么说的吗 那为什么那么多弹幕说你保11了 那就弹幕老师说的对 就算是我保11了又怎么样呢 你觉得就算我愿意保 不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听到 但是老师我问你先作为狼王 我如果保了11出局就怪我是这意思吧 你保了11 对 你保了11谁怪你 你得说谁怪你对不对 那肯定有人是怪得到你的 那肯定有人也是怪不到你说是谁 就是11没被人大家找到最主要的责任是因为我 站在谁的角度上你有责任 你站在我的角度来讲你肯定没责任啊 对吧 那我觉得站在你的角度 那我是狼啊 你保错我狼同伴 那我肯定不能说你啊 对吧 那我肯定就没责任 对吧 怪我怪我怪我 是我发言不够严谨 我以后发言再严谨一点 好吧 就还有 等于说就是说我们还是有进步空间的 有再完善一下自己的水平 对应该四个狼全我找 只找了三个确实有点失误了 太离乎 其实我的问题好吧 走音关注王宝宝赛后 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保持 你早点道歉不就完了吗 你这是 保错人也不用道歉 但是是我的责任 我勇于承担好吧 是 你昨天 怪我怪我 预言家不能保人 可以保人 只要不能预言家保了一个好狼 哇 确实是 本局确实预言家问题发现很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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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回来 这是精神大赛第十三季 星河漫游 本节没有泛狼冠名赞主播出 谢谢张图护 谢谢车车 谢谢秋小秋秋给我的头饰 然后我们第三局的版型是机械狼通议师 机械狼通议师已经上线了我们 到饭狼APP 饭狼APP也是我们赛事的指定APP 大家可以下载一下饭狼 如果你一直是在观看狼人杀 或者热爱狼人杀 只是作为观众这样的 不妨在我们的饭狼上 开启你的第一局狼人杀旅程 饭狼里边呢 大家可以通过答题或者升级的方式 来解锁所有的版型和模式 只要来解锁掉之后呢 就可以玩到机械狼通议师这个版子了 另外呢 在饭狼里边也都有非常有意思的 视频狼人杀的模式 以及自创版型的模式 大家可以在里面自行搭配 大家觉得有意思的搭配 来尝试玩不一样的玩意杀 玩到好的版型的创意 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超话互动社区 京城大赛里面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啊 然后我们最近马上就要开始筛选 新的一轮的版型创意 然后做改编了 然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超话里面 跟我们一起来提宝贵的建议 我们第三局机械狼通议师 马上开始啊 各位玩家 请确认自己的专门底牌 机械狼通议师 五四三二一 天黑请闭 天黑请闭 好 注意听信法哥请亮 风鲼通议师请举手示意 风鲼通议师请放手 手卫请睁眼 你选择接鸟索不断加 手卫请许币 三张狼人取张眼 狼人请换同办 杀狼战术决定击杀目标 潮担 伸添 蓝 穆毙 Μ spécial 走派 桥梵 离逆 wam Alg 啊 夏 二wind 线 我们下午��止 我会按摩 溜费 我愿意 喝 位高 等于乖 如果天亮就安乐 回忆你的心热情和 胜过银河 可我无法停留 谁在想一心情就只有你和我 思念一点一点随时间推跌着 我仍选择迎合着 我哭间感到迷惘 把握上和宝卫老人齐学 老人齐学习毕业 女巫请睁眼 今夜刚好拿北几山 使用几要紧给出手势 使用无要紧给出手势 经过天亮就安乐 回忆你的心热情和 胜过银河 可我无法停留 喜欢是爱情的 可你不是我的 恋人请睁眼 请睁眼的心动状态 恋人请睁眼 机械狼请睁眼 请选择能模仿的目标 请订阅 又怎会属于我 只是交错过片刻 从不问我 想不想走 就一直学着你是否随我 机械狼性请练 希望你走我 痛灵师请睁眼 别想我一样难画 请选择常业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的确没闽人啊 没闽人 然后就听听后志位通灵师的发言吧 好吧 也不打什么前刚后放了 我到时候会退手的 过了 谢谢Lucas 谢谢江江 谢谢王宝宝 单独宣传全球社交院校群 三号香菜先飞起自渡 我来了啊 我想在跑车里 想要一辆番拉利 我昨天晚上没有验你 我验了一号 是一个平民 为什么要验一 心路历程我说一下 他出去跟我说 你为什么要紧张打一下我 我说我打错了 他说你以后不要打错我了 然后他说 为什么他又不喜欢第一个发言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验一下一 验一是个平民 然后呢 你们找愿家的方法不是跳愿家吗 不是就能找到你们不跳了吗 我先说一下 我井辉流想验 哎 井下就七八吗 不是还有一个吗 哎呀五七八那不能验了 那我验谁呢 那我怎么验啊 五七八都有站边能力的 我说一下 我这样我就验一下七号 为什么要验七号 因为他脱衣服 他脱衣服了 因为他是一个很怕冷的人 你知道吧 入夜的时候他脱衣服 天亮的时候把衣服穿起来了 我没人验了呀 那我验谁呢 他投给我 并且跳身份 没有人拍他之后我就不验他了 然后他认平民的话 我更要验他了 是吧 因为我这是 你说我九十也没有什么好验的 十十也没有什么好验的 万一验后面都有可能是 按照我们精神大师赛的惯例 都不行的 那后面说一下 我验的精髓我能不能保 这柄子更不能保了呀 因为有机械了 我验的衣服平民能不能保 你们后面跟我说一下 我今天满足你的两个要求 不会答错你 和让你莫子卫发言了 我希望这波你能接住 好吧 我是通灵师今天验了一 是个平民 但是如果我身份发错了 你千万给我面子 你要反水了 你不要身份发错了 你在那边骗我 因为我心力素质本来就很差 万一我身份发错了 然后你又骗我 我就会被骗倒 别的没有什么了 我顶回流真的验一个七 好吧 因为如果我验八和验五对他们不尊重了 对吧 感觉好像 因为我觉得七不一定能够站对边 但五八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站对边的 柳如赶紧笑一下 刚才你听我发言听对了呀 这样吧 如果景夏我听出你是好人 我再用我另外一道连招 再教一下你好吧 别的没有什么了 过了 一 号要请发言 我是昨天 我是出去问12号 我说你为什么非要电我一下呢 他又知道我是好人呀 全场 那他发言之前又没有人说我是狼 对吧 然后那个 他就说 他就说 一 是狼 点的狼坑是第一天点的是14567 我说你为什么知道我是好人 就要电一下我 然后 反正我是平民啊 你前面是不是有两个人发过言了呀 你是不是可以咽两发过言的人呀 后面有汗跳 咽七干啥呀 因为七可能站错边 这什么呀 行行 反正我是平民 他是同龄师就是同龄师吧 我就先把身份认一下 反正我是平民 也不是机械平民 如果你是同龄师的话 如果你听听对跳呗 后面还不一定 对吧 你不要吧 反正我是平民 我过了 二号玩家 请发言了 谢谢卢卡 谢谢飞飞小兔 谢谢嘴大爹妈团的投手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好吧 就只能听听后面那个 对吧 12状态很像 说实话真的很像 有一点当初 我们五六年前大事赛时候那个劲了 状态很像 好吧 我个人内心深处是倾向于站边你的12号玩家 好吧 然后上一把我看到8号玩家一个人在几下我吓死了 我第一天盲守的吧 我说别把关 就是发一圈言说八单死 把我吓死了 你知道吗 谢谢狼师第一天没手杀吧 好吧 哎 然后没什么了 我觉得12号 但是主要是我入夜前说了一句你是狼 你知道吗 说了一句你是狼 你是真不抓狼吗 怎么手气这么好呢 就是你来大世代有没有抓过狼啊 没抓过 那如果你真的没抓过 你要检讨一下自己了 为什么抓不到 是不是狼人发言太差了 对吧 要检讨一下自己 好吧 其他没什么啊 我现在 我觉得12挺像的 好吧 如果后面不是特别惊天动地的话 我战免12了 过了 二号人家嘴大收到了飞飞小兔投来的大团员留言说 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迎着阳光一路向前 感谢飞飞小兔 谢谢飞姐 同时嘴大收到了嘴大爹妈团送来的大团员留言说 龙年猛猛充 快乐游戏 开心生活 身体棒棒 越来越好 感谢大爹妈团 三号人家请发言 首先感谢鱼鱼的投食 然后我觉得我听10号 我不知道听得对不对 我听12玩家里面发言应该是挂身份的一张牌 不知道是狼还是 但我觉得你锦上发言比较简短有点挂身份 你上进来找冤家的 然后11号玩家井上我觉得是一张X偏下的牌 因为他井上有一句很做身份的点在于对话9 他说9号玩家反正你不能挑 因为9号玩家你是上井的时候 在所有人都上井了他在上井 他只要上井了就可以啊 如果他第一个按上井键的话 就可能会接到凌空抽射嘛 所以他慢上井我觉得也没啥太大的问题 但我觉得总觉得11号玩家在对话9那波的时候 有点做身份的嫌疑 我不知道11号玩家是不是狼 他说 你看这波这波那如果11是好人 其实9跳了就等于9号玩家单独交11战盐 所以11号玩家拿这个句话说出来之后 其实是把自己身份做高了 所以我觉得11号玩家在井上的听感是X偏下 12号玩家的井会流没有打到 前这位我认为就是10跟11里面 我觉得可能不太像愿家 然后12号玩家发言 其实有后半段有一句话是认狼 他说1号玩家如果我身份发错了 你别骗 我觉得通灵师怎么会说出来这种话 他说1号玩家如果我身份发错了 你直接告诉我怎么样 我觉得这句话属于认狼发言 从今我跟12做狼队友的时候 他在12这个位置是给2号玩家 就现在的11也发过一张这样的紧水 然后这个位置起来也是如此做的 说过此类的话 所以我觉得12井上不是特别像愿家 但我觉得1号玩家像好人 且我觉得12对话1 我觉得不像是认识的 所以我觉得1号玩家是好人 然后2号玩家我也没太听出来 我觉得应该也X偏上 所以对前这位的定义是 10号玩家身份11X偏下 12不像愿家 1是好人 2号玩家也挺阳光的 然后就这样过了 4号呢 谢谢阿末 谢谢卢卡斯 谢谢卢卡斯和缺海秋秋的同时 12号玩家 我觉得40%是远家 60%以上是喜之狼吧 发的什么喜之狼 每一次发的那种 紧或留一搓手 三六什么蹦蹦 没几次是远家的 我觉得 好吗 我是觉得 我定虽然说没有很准吧 但是三分之二是对的 再说了 你看你验 你说你要验妻 他穿衣服 他也没可能是女巫啊 女巫也可以穿衣服的呀 怕有声音呀 一定得是狼的 那12号玩家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防守 但是鉴于 我觉得你有可能是喜之狼 最后一句 这么开心 你上把是真的吧 这答案你上把是真的 你也没那么开心的呀 他蛮苦恼的看上去 这把开心成这样 面包都 一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面包刚开始吃 到我这发言 面包已经吃完了 有这么开心 什么东西这么开心 我不相信 通灵师 你一般都是拿到牌 说什么看到 一是好人 牌要往上飞的呀 这句话呢 牌不飞了 一是好人 你开始哄他了 就这点上面 我就觉得你不是很像 好吧 其他的那个 同时卸完了 我是好人啊 然后前这二号玩家说 他觉得12还行的 然后一是独立的嘛 因为如果12号玩家 是汉跳的话 他肯定是 想要来骗一号玩家的票 不太会给同伴发的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然后三号玩家 点评了前置还行 好吗 跟前两个还是比较 一样的 我觉得发言还行 我其他的没有 当然也要看边啊 如果12号玩家 是通灵的话 那三号玩家 紧张打12 那三号玩家 就进我的位置 好吗 过了 六号玩家紧张演 我原谅20个平民 然后 我感觉赢不太了 那井上我平民不是 哥们就已经占那个去了吗 然后我说你机械平民 我本来想说 一号玩家 有没有可能是12的同伴 不一定得夜里见面不见面 也可能存在 小狼给大狼发到的精水 那小狼其实自己只要 比如说是双刀 或者其他生产 只要不是平民 也能知道 自己的团队在哪里 那我一下井上 就直接在那边12了 我感觉就不太好赢了 而且这个人那么高兴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我上盘也没那么高兴 我看到六号七号玩家 在我同伴 我也没像你那么高兴 感觉你高兴的 就感觉让我觉得 有点路也得走到一半了 然后我会夜一下一号玩家 然后我没觉得三号玩家 你一定是好人 首先你很 你不占边12 你不就为我推水了 就我说你不一定是好人 你占我边 我就搞得不太好意思说你了 因为我要夜一 你说一是好人 我夜一你占我边 搞得这一堆不好 那我三号玩家 反正这个退水行为 我觉得可能还凑合 拉回来一些 我说这两点 第一你不占边12 我没有很能认得下 你说的一号玩家 那个好人理由 所谓不见面 因为这是大小狼 不见面的板子 对吧 他可能奔着一号玩家去骗 但一号玩家恰好是个机械狼 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你没有聊到这些 就你的视角 也可能你玩这个版本比较少 第二点是你说 十一号玩家那个点 首先我自己没有定义 你说十一号玩家一定是好人 或者是个狼 但我觉得你打他 打得稍微有点牵强 我仔细听了他发言 他说的是九号玩家 是最后上井 且是观察了一圈 是观察 那你没有听到观察这个字 如果他真的最后上井 可以像你说的一样 比如说他怕被搏杀到 晚一点上井 OK的 但观察到很像 哪个通知师会观察一下 上不上井 因为别人多少人 在井下井上 跟他没关系 因为他必须得上井 这个道理你能懂吗 所以他说九号玩家跳不起来 我觉得是OK的 你家可以是狼发出这个言 观察到这个点 也可以是个好人 所以你说X片下那个点 我是不太认可 这是为什么你虽然不占边 十二号玩家 我说没有保你一定是好人 但我肯定不会说你是狼 我只说没有保你一定是好人 然后四号玩家给了 十二号玩家一个四六开 我想看看井下 你听到我的发现 是怎么去给的 因为你没有好人别说死 因为你还说出 十二号玩家 如果是那个通知师 三号玩家怎么进坑 什么这样那这样那的 你也没给的 给的很死 然后 二号玩家 我无限保留你机械平民的可能性 无限保留 只能这么说 然后就验一张一 验一张八吧 五七看上票 然后后周围的九号玩家 就听一下发言 十号玩家前周围 基本上得以划过 我也不太想点名 十号玩家究竟是啥身份 也点名不来 好吧 过了 九号玩家就发言了 身份发爆了 哥 你不是 你给你发的平民 什么意思 我是铁好人了 如果你是同龄师的话 你水你得退一下 信息在分享 机械平民 你也把水退一下 让不让别人玩游戏 真服了 啥意思 你确定十二是是吧 确定十二是 你刚着呀 你别退 为啥还退呢 你 不管是不是 你先把身份再认了 那对吧 对比六十二发言 我觉得六号比较像吧 可以 很不错 很不错 尤其是对话 我绝对对了 钢铁站边六号 好吧 钢铁站边六号 就跟那个五嘴笑 就认狼一样 知道了 余光 余光 肯定 这把肯定对了 好吧 我站到你 站到你鞋底子里面 好吧 肯定对了呀 这 就那五嘴笑 肯定就认狼呀 想都不用想呀 这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 我一站对了边 他就开始这样 心态一下 心态一下 然后平常的我之前的我是 哎呀 直接拉链站到你那儿了 但是今天不会 我觉得六号点评三啊 还有点评 那个 外之位的 十一 那个点评 尤其是点评三那点 说十一 我觉得蛮好的 其实十一 说我那个上井 弄作什么的 我没觉得你是狼人 的确是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同龄 是我跳什么跳啊 但是你对我的那个观察 我是 的确是我 环视李全 我最后上井的 你说的没错 所以我能融入到十一的内心世界 然后我觉得十一篇好吧 然后六十二 我觉得六比较像 六比较像 然后我景象 暂时站边六号 我认为二号 那个 但是六号有一点 我觉得是扣分的 就是他这个 说那个二号是机械平民 我觉得六号 二号 可以说二号是 暂时还没分清楚 编的可能的平民 因为大概率可能是平民 小概率是机械平民 但是他用词 前面比较死 就是说你是机械平民 后面比较保守一点 他说 无限保留你是机械平民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样的东西 还说得过去 所以我觉得六号发言 是优于十二号的 然后十二号不是叫厌七吗 我跟你说实话 为啥不想占编你 有什么开心的 上把 保错十一 不是啊 上把都输了 你这把是啥牌这么开心 你是通灵师 验出一 是平民 很开心 因为你是 上警的时候 我就看到你在笑 亏一摘 我看的第一个就是你 你就是在笑的 为何开心 请问一下 您老好吧 好 我跟你先封死一个点 你不能说是因为一号 没有第一个发言 所以你开心 然后这条路封死 好吧 等会你说一下好了 然后我井上软沾面六号 我是好人 我过了 九号家荣耀收到了 这个冬天有辣棒 投来的鲜花 留言说 为了你 我变成狼人模样 为了你染上疯狂 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 为了你换了新肠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 佛说 快来听荣耀的新歌 这个冬天 感谢 谢谢谢谢 这个冬天有辣棒 送给荣耀的鲜花 谢谢 井上发言结束 退水自爆环节 5 4 3 2 1 人都请他人家 6号 12号 请请下人家 4号投票准备 3 2 1 请出票 5号 8号 投票给6号 7号人家7票 6号人家2票 当选警长 其他人家请亮蓝灯 昨夜 平安业 警长决定请索 或请有发言 7号 要请发言 谢谢 那个文湘 石女人 然后车车 秋小秋秋 这个 路卡斯 夜二 扎四伯 然后狐狸不吃虾咕 饭团 球长大人 娜娜 牛西 军军 瀑布 飞流石山瓜 一亿的投石 然后 我没投票 我确实没分清 确实这边也不太好站 因为 我也不知道谁是 确实我也不知道谁是 6号的问题是 他验了2 因为2号本身就站不对边 他前期跟12号站边 为什么一定要盘 他是机械平民什么这些东西 这是不太像 然后12号不站12的原因 确实就是3号所说的 你如果是通行师 你验的1号底盘为平民 你怎么可能发错 除非你验的 他是什么身份 你就故意给他发平民 然后他还能跟你配合 而且天一亮的时候 你这个是 我以为你又是机械女巫 要不然就是 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没懂 我感觉你这盘就赢了 而且 当你跳通灵师的那个时候 我认为你有可能验到了 什么外之位比较厉害的身份 比如什么所谓女巫猎人 你验到1号平民 能让你这么高兴 所以你认为1号玩家是平民 就能让你这把赢了 好像也没有那么奇幻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 这边该怎么的 确实这个3号玩家说的没有问题 我自己也感觉你 你验了一个人的身份 你怎么能发不对呢 就是撑死这个人 你比如你1号 比牌为平民 你晚上就是验的是平民 你自己怎么可能发错呢 你又不是脑子有问题 你验了平民 它就一定是平民 然后你的发言只能说 他底牌 有可能是机械平民 对吧 那也不是你发错 那是他的身份问题 对吧 这个是 所以我不太理解 我也不知道边是什么 我第一个发言 就谢谢大家图示 我就过了 8号的 7号玩家不知道边 那我肯定也得再更新一下 我主要是想看 12号玩家的第二套军体拳 你打一打吧 你不是有第二套技能 没有啊 你们景下正常发言就行 不重要 再更新一下62吧 景上觉得6还行啊 看那个位置 给2发完平民 因为2景上是偏向于 站边12号的嘛 然后 而且景上点了3 对6可能最后 稍微有点不满 是18的景会 就稍微有一点点吧 18 我现在不太 不太得劲 那其他的都还行吧 前面聊的都还不错 12 确实有点太高兴了 拿通灵师有那么高兴吗 有啥好高兴的 你拿通灵师不是每次都 狼队强的离谱吗 然后验了衣食平民 起来这个 嗯 当然这些是一些状态上的东西 12独立发言都还可以 听听62的发言吧 5号玩家紧下票行跟我一致 听听嘛 7号玩家不交战边 嗯 有点问 我觉得7有点问 嗯 别的也没啥了呀 你就听完62独立发言投票呗 不需要用第二套经济拳 你就当我不存在吧 你聊聊聊聊聊别的 找找狼 6号玩家也是 听听6号玩家点的狼坑 过了 9号让请发言 呃 感谢这个冬天舍不得把心喂狗 感谢这个冬天荣耀一定会高配 感谢这个冬天有一件新事想说给你听 感谢这个冬天想让你的未来有点甜 感谢这个冬天猫猫一直在你身边 感谢这个冬天小饼干组队偷大福 这个头的头屎啊 在更新12跟6的发言之前 我还是保持锦上的判断 战灭6号 咋不笑了 还是战灭6号啊 然后更新一下6号跟12的发言啊 8号的发言还行吧 没觉得你特别想了啊 嗯 还是依旧战灭6啊 因为我这高志伟发言也没办法分享别的更新什么东西 7号说他不知道 8号说他更新一下 那我说我战灭6 然后今天跟6投票 转战6啊 我过了 10号你呢 请发言 这么简短吗 可能会觉得12好像一点吧 因为他可能上一把 上一把他也没赢 因为我我我个人觉得不能通过开不开心这个东西去定义通灵师 而且其实你们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分享一下6号玩家在 全聚发言那个位置 他一直在观察所有人的反应 包括每个人发言的时候 他脑袋琢磨 那在我的视角 他也很有可能像一张老人牌再往外之位去定身份 去发身份 对吧 所以状态这个东西 我觉得不能作为评判的标准 其次是警下上票给8号玩家的6号玩 上票给6号玩家的8号玩家 你这轮聊的点 你聊了12号你觉得他发言不错 然后你也觉得6号玩家的警惠流1.8有问题 但是你这个票还是上给6号玩家的 而且你这一轮你说了 在你没有更新之前 其实你是摇摆不定的 你是觉得62的发言 你需要进行二轮更新拆解的 但是你打了7号玩家 如果说你不战边12的话 那可以7号玩家底牌是狼 但是你这轮 你明确说的是可能需要再更新一下 但你还是觉得7号玩家不是很好 7号玩家这一轮 警下发言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作量 所以我可能会觉得 没更新之前 我可能会觉得12像一点 因为你们可能觉得12的很开心 但是我也注意到6号玩家 当时在听外主委发言的时候 比较在琢磨 在琢磨 且9号玩家景上的发言 我觉得有点太单边了 就是单纯的因为12的状态 这个东西 景下又降下去了 所以我会觉得12号像一点 然后确实 首先我没有觉得1号玩家底牌 首先我觉得112构成小狼牌 如果1号玩家是狼的话 1也只能构成那个机械平民 但是你的第一紧陆是说 验1 我觉得112两张狼 我觉得12号不会去给1号玩家 给他的小狼队友 发一张平民牌 这样没有收益的 所以我不知道验1 最多验出来是个平民 我觉得很难验出来是一张 老人牌 除非他是学了机械双刀 就12给1 他的那个 名准了1号玩家一定是他的大哥 然后给他发的平民 所以我会觉得不是很像吧 再听下12号这轮的发言 然后目前为止的话 我可能觉得12片是吧 我觉得8号玩家 景下上票给6的理由 我觉得够不成他能上票的理由 逻辑的玩家 可能更多会阐述 一些逻辑相关的一些内容 而且所以8号玩家景上 他开口式发言 觉得不知道12号玩家 在高兴什么 我觉得这是偏离逻辑性的 一些发言内容 所以我会觉得8上票给6号玩家 这个票不是很干净 然后别的就没啥了 目前为止 那如果觉得12不是 就是5 6 8嘛 别的没了 我过了 觉得12是的话 就是5 6 8嘛 我过了 11号玩家请发言 我先说结论吧 在二次更新发言之前 我可能会偏占6多一些 我没觉得10的发言 百分百是狼人 但是我能理解你说的 6 验1的那个点 6 验1的意思是 如果验出来1底牌 是什么女巫猎人守卫 或者只要不是平民 那1就有可能是 那个不见面的大狼 那如果验出来1底牌 是个平民 那1要么就是个真平民 如果它是个机械平民 它不一定能分得清 哪边是真的它的边 它的队友 所以我觉得你打6的那个点 不太成立 然后我先说一下 为什么我可能6和12 更占6多一些 的确是受到一些状态的影响 我不觉得12号玩家 验出来1是精水 为什么会这么开心 第一把1号玩家 拿个预言家 验出来我是个精水 你作为一个猎人牌 你的发言是 我觉得跟他们俩同编 激激了 然后你甚至要站边对跳 所以我没有觉得 你那个 你是个预言家 验出来个1的精水 你那个发言 而且你最后的确说了一句 你说1号玩家 如果身份发爆了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预言家 你这发言 就是不想让1站对边 如果1真的底牌 还是个平民的话 你这发言就是不想让1站对边 虽然1号玩家 是长男老师的CP 你也不用这么对人家 我觉得精英 真的 你好好发言 你是预言家好好发言 然后 反正就是我觉得 你不像的点 的确是根据一些 这个相关吧 然后我井上 听出来 我觉得三像狼啊 跟三打不打我没关系 三号玩家 我跟他拿过几次 做狼同伴 然后三号玩家 也拿过几次狼 我听了一下 三号拿狼 很喜欢压榨外之位的身份 三号玩家 井上空点了 十号玩家 我觉得你挂身份 我觉得三再向十要身份 也是基于此 所以十井下 虽然要站边十二 我没有觉得十一定是狼人派 并且十二和六的发言 我是的确要再更新更新 因为井上 我的确是通过状态 会觉得十二更不那么像一些 然后我觉得三独立 是狼的情况下 两种可能嘛 如果六是预言家 六刚好空点了三 我会觉得六的面更高一些 但是因为我跟六 也拿过很多次狼队友 然后六拿狼 我也站错过很多次边 六拿狼很喜欢把自己的队友往外打 就很喜欢打自己队友做身份 所以三 就是当六打完三之后 不管六底牌是狼还是预言家 我都觉得三更像那张狼了 所以基于此吧 井下 我其实觉得井上九还可以 我再听听吧 我再听 这个真的知道更新更新 六十二的对跳 不是一轮发言 能凭我的实力听出来的 好吧 然后十二号 如果你是通灵师 你真的好好发发言 好吧 然后还有什么点让我想一想 我觉得井上四是好人 因为四那个 他说百分之四十 十二是预言家 百分之六十是喜之狼 说中了我的内心 好吧 然后我觉得四井上发言是好人 别的没有了 我下一轮如果想起来 还有什么遗漏的再补充吧 然后如果你是通灵师 你可以好好发发言 因为我现在没有百分百战死 我只是觉得井上 的确平心而论 六发言更好一些 然后别的没有了 过了 第二号教训发言 我不明白 为什么老师要我 要我 你自己没有耳朵 就是你是听状态的 你就我不用听状态 我给你来一首 那个我状态法拉利 你还这状态 你都认为高的事还是低的事 你先要告诉我 你是听状态的 对吧 你的通编发言说 你是听状态的 然后你还Q了我 说什么 我真的不想回答 你能不能就不要 可我不管你是什么 就是 你是好人和狼 就是很 我不想浪费时间在你身上 但关键我还是浪费了20秒在你身上 就是我很烦 你就像我直播间那些不挂牌子的弹幕 你知道 那我就三分钟全部送给你 你那么喜欢我聊你 那我就好好聊你 你说 你说虽然一是长男的CP 我也不需要验他平民那么开心 那和你跟5400肯定不一样 你小失赛的时候 一说5400的CP找了橘子 你不是马上就马上脸就变了吗 对吧 那我跟你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验了 验了长男的CP 仇人的CP 我肯定把它视为仇人 那么验的 我当然不希望他站对边 所以我紧张 是反的 首先我不验他 他都不一定站边 我验了他他更不会站边我了 然后其次 后面的内容是 我觉得五六八十三个狼 因为你 这局游戏你是好人 你肯定希望 我会 锦下的发言 像刚才那一轮 拉你回头 因为你锦下 你是狼 所以你不希望我起太高状态 我也没有 不会 因为我大概率是出局了 因为首先 七 七十十一 就是十 十站边我的理由 因为七都没有站边我 我不是说我打你是狼 就是我简单的 因为我要出局了 其实我这个发言应该留在一眼所 因为七都没有站边我 七都分不清楚 你说你站边我 我都觉得有点怕 因为七那一票投出来 如果投我就是五六七八 这个局 五六七八是正常的 我不能像美局 像刚才那样 然后那个至于九号 已经站到他鞋子底下了 我跟你说啥 我还要去舔他的鞋子 挖个口 你说法拉利老师 他弄不对的 法拉利老师 他不是过来 就是你听得明白吗 他不是过来走逻辑 或投队投狼的 他是过来投完愿家之后 跟你说一下 他为什么要投愿家的 他第二圈发言 肯定比第一圈好 至于四号玩家 说我40% 我觉得你说多了 已经给面子了 基本上第三局 第三局机械狼和 通力师的板子 我100%是狼 更何况我今天 已经摸过一把预言家了 你说我40% 已经说太多了 好吧 然后我认为五六八 是三个狼 最后一个狼 因为我位置上的发言 我只能先点五六八 然后你们可以 着重听一下五的发言 你们不能老是听 跟雪儿 好人你们听成狼 狼你们听成好人 所以你们也不用说 这种 说那么多的东西 然后那个叫什么 我听完 就看完七的投票 然后莫之为 我再点一个狼 我目前认为的狼 是五六八 我说了八为什么是狼 五不站边我 所以它是狼 八我说了为什么 十一你既然要我回答你 那我就回答你 好吧 我希望你能够接触 你别生气 因为你已经 Q了我两轮了 对吧 我希望我这轮的回答 能够让你满意 我这状态 你能站回来吗 加油 一号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会投六 发言到 一号那请发言 你站谁 你请上站十二 我不知道 反正平民是罚对的 按力度来说 其实六号更大一点 我不知道你一会还要站十 因为 只是说力度 没有说从发言 因为六号认为三号是狼 三号已经明确说了 说一号是独立的好人 说二号也比较像好人 为什么三号是狼 而且他说十号十一号 有可能不是很好 然后景下十二号 然后景下十二号就说 外之人都是好人 基本上都是好人 除了七能跟外之位产志换之外 五号六号八号是他定死了三个了 他就说八号为什么是狼 他说三号是好人 六号说三号是狼 六号景上说三号是狼 三号直接为六号一个退室 然后十二号为什么能觉得三是好人 然后开赛前 七号问我 你的项链多少钱 然后我说怎么了 他说项链越贵 链越站得稳 我说行吗 行就行 我说今天站不对链 我回去立马买项链 好吧 立马换项链 就这把链 站不对 我明天就换项链 好吧 就这样 我这个会投票的 我过了 我听六更新发言 他说如果再留到我 我真的就是会接受不了 因为全场都告诉了我 告诉六号我是独立的好人 然后十二号也不可能给他狼同伴 也不可能给他大哥发金水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六号我看他一会儿景色 我过了 二号那次发言 怎么说 买项链的时候 叫上我 我都没项链 第二件发言就是 我站不站嘴边 买这赛后 你们礼物要给我刷个项链出来 我是听懂了 太夸张了 那个某猪 某猪 你自己看着办好吧 某发财 某发财某猪 你们自己看着办 我把这听懂了 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懂 其实我是有一些 我是有一些干货 可以说明谁是通灵师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完之后 就没意思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今天肯定是闷声发大财 我自己投我自己的 我不可能说 就是我这个干货说出来 这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好人站错边 这世界上都不可能有一个好人站错边 都别说这个桌子了 对吧 你就是你就是把其他那个班叫过来 都不可能站错边 但是呢 我是不可能说的 因为这个说完了 首先是我的秘密武器 对吧 我赛后复盘的时候会说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我的干货 赛后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直播间 我跟大家说一下好吧 然后那个别我肯定不知道呀 我肯定不知道 对吧 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对吧 因为不投票的7 我也没听出来他是什么 投票的8 我也没听出来是什么 我还没听过发言 对不对 对吧 然后那个12警上 我觉得他像 但是6反手给我甩了个平民 1号玩家都说我力度大 都说他力度大 那我能说他力度小吗 我也不能 对吧 我也不能 好吧 反正9号玩家似乎是一个 外置为公共的好人 对吧 公共的好人 你说你要去6号玩家的鞋底 就是如果6 我是这么跟你对话 好弟弟 如果他是个狼都不尴尬 他如果是个狡气狼 就很尴尬 你知道吗 所以你自己琢磨琢磨 好吧 然后 但我也没说6一定是狼 我没说6一定是狼 对吧 因为 因为这个东西说不好 我只能在后复盘告诉大家 为什么 这个边我一定站不错 好吧 然后我是个好的 我够了 3号玩家似乎 我觉得 我觉得11号玩家是狼 11号玩家说 我这个位置作为狼 是因为喜欢点身份 其实我拿好人 拿狼都会点身份 但是我跟他做狼队友那局 你自己说 我跟你做狼队友那局 我点长男谋师 那个 是我说你派不是身份 直接吃毒 所以那局跟这局不一样 所以你拿数据库来打我 而且完全是打坐的 所以你单方面这个位置起来 是向我认狼的 但具体你是不是狼 还不知道 然后11号玩家 你说一个逻辑 你说你是倾向于站边6的 我井上也是倾向于站边6的 然后你打30郎 用了一个自己掰出来的发言 并且你这个位置说了一句话 你说你倾向于站边6 但是6号玩家这个位置 起狼打3 你会有一个思考量 是6号玩家喜欢采狼队友 那你就不能倾向于站边6 你井上这个站边就是不对的 然后还有你保4 4号玩家井上说 如果这个位置12不是愿家的话 他认为30好人 可是你保4 4号玩家是认为3号玩家 向好人的点 这是跟你上一把拿狼 一样是越轮次保人的 这个很像的一个点 然后我觉得8会进视角 8会进视角 原因是因为7前这位 我没有听出来 7号玩家说他不代表站边 但8号玩家是已经用票型 发表了自己的站边6 8是要站边6的 但是正常逻辑上来说 8号玩家是应该 垂7号玩家不投票的 因为8号玩家 他觉得主观性6跟12里 是分清楚来的 而8号玩家跟风 7号玩家说了一句 那你要再听 那我就再听 可是你俩是一个是气票的 另外一个是投票 所以我觉得8号玩家会入视角 我觉得8发言会让我觉得 有一点点会进来 我觉得90好人 我觉得10号玩家还是挂身的 具体我还是没听太出来 然后1号玩家说 我觉得力度是2大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肯定是力度 肯定是12大 原因是因为 12是给没发过言的人 发了一张平面 而6号玩家是听完2的发言 去发了一张平面 所以从力度上来说 我觉得是 肯定是12大的 但12号玩家 没有办法 你紧上问1号玩家说 为什么这个位置起来 我如果发错了 你要告诉我 那你让我怎么去解读这句话 就是等一会儿 然后出局 发现你是冤家 1号玩家是机械平民的时候 你会告诉我 我紧上不是法拉利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是我 我给1号玩家递话 如果我发错了 我是变相 想让他 想让他这个位置起来 跳个别的身份来冲 这是我的一个计谋 不好意思 我是一个传统的男人 我接受不了这样的 太复杂的一个打法 好吧 我再听听 我再听听 我觉得4是好人 我觉得4号玩家是好人 我觉得仅价58肯定是要开朗的 给6上票 所以我觉得这个票行李 12没吃到票 可能会拉低6的面 如果6是狼的话 6是个狼 8号玩家是个狼 11是个狼 那外之位那个容错 可能在 30秒 7里面吧 然后如果12是狼的话 我没觉得1是狼 但是6号玩家还有一句话说 他问说 二号玩家我保留你是机械平民的面 但是他验1就是被机械平民去验的 所以这个其实相互矛盾冲突的 我问一个问题 KS是不是经常就是给你发声率打 你越捶你越是向狼 因为他几上去感觉 一直在打你这个点 好吧 再听一听 自己投自己的票 过了 4号再去发言 到狼的话 就是留给6号玩家点 因为如果6号玩家能点出那个位置 我觉得大差不差 那就6号玩家应该是了 12号玩家紧上是高兴的 紧下不高兴了 是因为 二号玩家学的是平民吗 12号玩家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又怎么紧下这么悲伤啊 因为你看 二号玩家 10应该是你同伴 对吧 10是你同伴 然后 二号玩家是不是 还是二号玩家很有自己的想法 他说他一定能站队这个边 不可能的 12号玩家紧下发言 他打得五六七八 怎么可能是通灵师啊 他打得五六七八 那七号玩家选择7票 如果七号玩家是个好人 他发现五八是狼人 他会不会7票啊 肯定不会啊 因为他票 他要投好人的票啊 那说明五八在他们眼里是好人的 所以七号玩家怎么成立是五六 你只能打七号玩家 知道五八是他同伴 他们两个反正会给六号玩家上票的 所以这个不可能 而且七号玩家也没给站边 所以我觉得12号玩家点五六七八 就不可能 这个坑位就肯定不可能是通灵师了 好吗 然后 而且景上呢 你看 我跟你打九局 你九局里面八局的状态是一样的 你不可能这一局改变的 你验了一个一号玩家 验鹿为好人牌 你景上能这么高兴 你就只能是要骗他 景下呢 你觉得五六八七八里面 肯定是大概率在你的对立面 那你就是有可能会不高兴 我觉得这才比较符合你摸狼的样子 你说我给你的那个40%多了 那就降到4.4% 我觉得你应该是满意的吧 12号一下 好吧 但是至于还有一个狼人 我觉得让六号玩家找一找吧 还有什么吗 一号玩家我觉得不是 我个人的 如果我没有站错的话 我觉得一号玩家呢 不是12团队的 然后十号玩家是12团队的 然后十一号玩家保了我 X吧 因为你的表情很疑惑 十一号玩家 你的表情是疑惑的 对对对 现在好一点 刚才的表情就是又有点那个 很像上局狼队友的那种表情 其他没有了 然后那个三 二号玩家是 只能是平民嘛 他有技能 他也没什么用嘛 三号玩家我觉得还行的 要不然的话 他在那个地方保我 我是狼人 我完全可以打他的 对吧 我是好人啊 过了 五号玩家请发言 三 不是小时候站边12吗 你怎么能觉得三还行呢 三号玩家打的时候说 锦下58一定开狼 所以他觉得那边像 那他说或者57里面开个狼 都不走哪来的视角 我觉得三号玩家是狼啊 但是我听四号玩家发言 还能保三 但是四又站边六 我没懂四号玩家是怎么听三的发言 三号玩家一直在攻击六 他说六号玩家紧上什么 说一是机械平民 验一是奔着机械平民去验的 但是又说二有可能做机械平民 可他那两段分别是分的两个不同的逻辑点 在说呀 他是先说想验一 觉得有可能是什么 后来看二号玩家说 他保存二号玩家的机械平民的思考量 他不是说说什么一二 什么机械平民身份 虫了 所以三号玩家打六的点都是强大 包括力度 力度你要说以这两个玩家的水平来说是差不多的嘛 但正常都可以 他前坠发一力度大 那六号玩家如果为狼 那边是个真同龄 已经发了一个平民了 他又给别人又能发出一个平民 那力度也大呀 常常就剩三个平民了嘛 所以我觉得都有道理 这个不是战边理由 我觉得三号玩家打六的点都是强大 所以我不觉得三想好人 那四号玩家在这个位置保了三 就有一些奇怪了 有可能三四是不见面的狼人牌 所以我觉得本来没近四的 但是四翻完这个盐可以吃个宴吧 然后前面的话可能不好的就十吧 因为十也要说战边十二嘛 我觉得六号玩家是 然后八是好人 我觉得九是好人 我觉得一号玩家也是好人 一号玩家景下能反水 那范子就是好人 二也是好人 我是好人 所以外之位的坑就那么多 七号玩家七票的行为就不知道了 那就看看他这轮投谁吧 但是至少七号玩家七票 十二号玩家就不能说七是好人 五八是双老呀 五八双狼七号玩家好人 为什么七票 他让两个狼投票吗 七号玩家七票只能认为 他认为五八是好人 让两个好人去投票 他不可能认为五八是两个狼 让狼去投票 所以七七票不就代表他认定 五八是好人 且能投给通灵师吗 所以你说七是好人 五八为狼就不成立 然后我信六号玩家 就听六号玩家贵票吧 过了 六号玩家请发言 警赛的话 我没觉得二号玩家贵是机械平民 警赛第一反应 因为他战边十二嘛 其实也是偏开玩笑什么的 最后所以我很严谨的说 我保留他机械平民的可能性 警赛我觉得如果二号年 是机械平民的话 应该在这个位置 会直接去反水这件事 不会搞里面神神叨叨 什么这样那的 等着引流呢是吧 都会 都是老主播嘛 你就短短播了一年 已经快改成很多人多年的努力了 你挺牛的 好吧 你耐死你 我可以看你当时票投不投的对 你别等会投错了 你很尴尬 你能动吗 真的很尴尬 PJ18带着PJ1920什么 干嘛呢 我都不知道的 一天到晚呢 然后 你别这样 你正常一点 然后景下 我没有觉得一号人家 很像十二的同伴 就同伴 给的很清楚 不管你接 大王小王什么 没有觉得你很像同伴 因为你基本上啥事都没干 你真的是啥事都没干 你是纯混子 不是 纯滑 纯滑过去了 我的意思是 就你没有 因为你的确没有办法分清 我能理解 如果你底牌是好人的话 然后我现在呢 我原本三号人家发现的时候 我觉得是三十一出一个 十十二 十两个 然后呢 外瑞挤可能会 可能会挤到七号人家 但是我觉得打到七 有点不太公平 因为他没投票 也没站边 我就说可能会挤到他 我严谨啊 但是四号人家发现之后 我会觉得理论上存在 三十一都好人的可能性 我说理论上 你的发言 三号人家 你的发言 我是不可能觉得你是好人的 你的发言一定是比十一 更像狼的 你看他说一 我刚才也说了嘛 说一二点 跟十号人家打我 不能验一的 其实很 其实是差不太多的 我验一 首先我没有验到他 我也没有说他是平民 所以不存在 他是否为机械平民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假设 按照我锦上的逻辑 比如我们现在 没有锦下一轮发言 我验他是一个女巫 是一个守卫 是一个猎人 一号人家是不是一定是机械狼 这是不是一定是机械狼 那个是小狼 一就是机械狼 所以这个我验他是 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四号人家 保三保的让我怪吓人的 你保三打的是十一 三号人家 战边我 句句打的都是我 他战边我 句句打的都是我 对吧 所以你保三我是不太能接受的 所以我才说了一个 排除发言 从格式上存在于什么 存在于四号人家 十号人家 十二号人家 是三个狼人牌 而三级都是好人 三打错了十一 十一打错了三 有可能存在 所以我的井灰狼怎么压 我会压三跟四的井灰狼 正常来说 可能四保三就不会放同一井灰狼 但是因为这是大小狼 不见面的板子 然后我刚才盘了第二种 格式上存在可能性 所以我就验三验四 好吧 因为验出三是好人 四也是好人 十一号人家才有可能是狼 这是我想的 然后十号人家 你的发言基本上被十一号人家 已经打得都打烂了都 但是我没懂 为什么你还觉得 他有可能会是好人 因为这是大小狼 不见面板子 他可以是大狼的 能懂吧 然后其他位置都点完了 九号人家肯定是好人 不能一个狼人牌 说钻到通灵师的鞋里 再学着 我觉得狼发不出这关 甭管他大王小狼 然后八是好人 我觉得五也是好人 然后会投十二号人家 我就验三验四 然后先说一下 不管验到什么身份 除非验到狼 我会不给他们减灰 其他验到什么 我都会给他们 所以你们到时候 如果觉得发现还有问题 你们去盘击验狼的可能性 好吧 就这样 归十二过了 做案件发言结束 警察归票十二号 做案件请做好投票准备 三二一 请出票 二号 四号 五号 六号 九号 十一号 投票给十二号 六点五票 来不要松 小心 一号 投给四号 三号 七号 八号 十号 十二号 投票给六号 十二号人家 六点五个数据 请发表一言 你以后 你以后像那种 宝格丽啊 爱马仕啊 Cucci 那种代言人 肯定没你牛呀 你以后说 金城大师在 谁住的房子好 谁就玩得好 那他们给他送到房子 他头四说的 四 四那发言肯定是狼了 这个不能再保你了 因为再保你有点看不起你了 因为五六都打了你是狼 这个再保你 法拉利投得几 法拉利投得几 他投得几 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交法拉利战鞭呀 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交法拉利战鞭 为什么呀 毕竟十八说 这个便 提拉都能站队 怎么投十二 你是人啊 你没事 你自己一个人就一个人 为什么要带上提拉呀 提拉不玩老人啥 你没事 把提拉带上干什么 那打错罢了 那你为什么呀 所以其实好人 那他投错了 那不好意思 我打错你了 那还是他 那就是四五六十一吧 你投的六十八 荣耀 我希望你是狼 那我就打你是狼吧 因为我真心希望你是狼 因为你是好人的话 我说一下 为什么我 我跟你解释一下 因为我出局了 因为在我这个位置 如果你是好人 基本上我们就输了 因为后志位 我认为是回不了头的 你为我的精髓是一嘛 二难发言 肯定有 因为现在警察退学了 三说我肯定不是 四说我百分之四十 所以我只能在前之位找一个狼 我从来没有说过 欺在我的狼坑里面 我说七号玩家 看完投票之后 在那个 我也不是说什么 因为他们全篇的发言 都是说什么状态 我一直笑 我没有想赢 我想赢 我有想验的人 我验一 我就是验平民挺好的 因为验出来 他是个强神 他都无奈 只能占我的边了 验出来他平民 你看他投的四号 完全正确 和我想的一样 你回顾他井上和井下的发言 是不是 和我意料之中 是不是 井上 我不是狼 你在怨我 我投你 他投四 对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项链肯定有了 因为你这样做对了 你以后去卖房子 房子之后再卖别的东西 你代言肯定比 别的明星代言有用 你知道吧 恭喜你收获一根项链 但是比爱马适 要带钻的好不好 太离谱了 你来一次多一根 来一次多一根 你笑个屁啊 就这样读一下六把 赢是赢不了了 但是我就是刷新一下吧 我愿嫁 那我打扣你 我也解释了 好 我差不多就这样 三号人将演结束 受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天黑请毕业 你就是我的风景 云高风景 不走下去 停在这 守卫请张演 请选择天娘守护玩家 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 一路过很多城市 一路看很多人群 疯疯茫茫的 在新城里睡了 又无心飘过过 这也是一种梦的地 狼人系选择鸡沙目标 我看到了你 茫茫庄庄靠近 每一个细节 都牵引我放下心里 让心 自然的休息 你就是我的风景 云高风景 不走下去 停在这里 谁想你都是你 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 爱让炫耀更平平 生存在你 照片的森林 你在树荫里 复杂的生命 因为有你 我一个透明 你就是我的风景 总是透露的看 想要跟随你的身影 遇在宣传作伴 要不探斗的时间 到未来以后 我把彼此的执念 都跑到老里 在爱人面前 也将拌牙都变成平底 别人无法逼你 可别说成为平底 甘愿为你附住 我所有这场的心意 为了你那法书 让我放弃一些迷离 不想严股 全会占的平底 没有人能带挺你 老闆上后马为老人请确认 老人确认请闭眼 机械老请睁眼 借你的带刀状态为 请选择击杀的目标 机械老确认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借刚好安家被击杀 使用解药机给出手势 使用毒药机给出手码 女巫确认请闭眼 老人还要变败 胖灵师请睁眼 请选择产业的目标 胖灵师确认请闭眼 机械狼请睁眼 请选择技能发动的目标 机械狼确认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请劝眼的机动状态 猎人确认请闭眼 各玩家请整理表情 3 2 1 天亮了 所以双死死亡顺序波音签后 5号 8号倒牌 没有遗言 使用发动技能 5 4 3 2 1 5号 8号请离招 请找决定警左或几号发言 4号或7号 4号请发言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5号玩家 8号玩家倒牌 我先讲一下 我昨天听12号玩家的遗言 我都没觉得他像 而且3号玩家 我个人 因为我听到的时候 我站编的是6号玩家 对吧 3号玩家是不是站编的6号玩家 他有说过12号玩家不像 他打过6号玩家 但是他说他有听6号玩家发言 他在高处位认为4号玩家是好人 我怎么可能不认为3号玩家是好人呢 为什么会遭到质疑啊 我觉得 6号玩家选择自保 6号玩家是保余交警惠 6号玩家选择自保余交警惠 5号玩家选择自保余交警惠 6号玩家选择自保余交警惠 本球余交警惠就是 天黑请闭 7号玩家选择自保余交警惠 4号玩家 8号玩家 7号来 9号玩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曾向我做老师不经受人奋斗 还有我的专属节日 后来我也傻做战事不惧风雨 我只是旅行家看见风景 可是我自舍已经没机会 像他们一样活得精彩无畏 来生我一定要复活得微微缩缩 希望得到什么就勇敢追 可自舍尽一次这一回 我也不愿后悔 人生啊 需要一次吧 那就算了 不用出来 老公上去马来 老人确认 老人确认请毕业 机械狼请睁眼 机眼 你的行动状态来 精选到击杀的目标 机械狼请毕业 女巫请睁眼 机眼刚好在被击杀 使用减药剂给出手势 使用毒药剂给出手势 女巫确认请毕业 空灵师请睁眼 请选到长夜的目标 空灵师确认请毕业 机械狼请睁眼 请选到技能发动的目标 机械狼确认请毕业 猎人请睁眼 请确认你的轻动状态 猎人请毕业 空灵师确认请准备表情 三二一 天亮了 昨夜 七号眼睛倒排 没有遗言 受发动技能 五 四 三 二 一 七号眼睛请离场 本球性情会流失 四号眼睛选择自报 天黑请毕业 四号眼睛 repeat Kranken 四号眼睛 少外请睁眼 请去了正眼睛 даже Coronel the 走 impercept 我们会在某一天相遇 可能窗外蒸下这雨 会是谁先看口 最近过得还可以 在对方的眼泪是一提起 狼人请张眼 狼人请选择击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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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技能发动的目标 机械狼确认请毕业 毕业人请睁眼 请确认你的机动状态 毕业人确认请毕业 玩家请整理表情 3 2 1 天亮了 昨夜 天安夜 本周期请不得又吃 随机由 9号将开始发言 10号将早饭准备 感谢一下这个冬天 兔星星透主大福 感谢这个冬天 小苏子想让你喝水都喝不来 感谢这个冬天猫咪有心事 感谢这个冬天都给我去听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先从老人的鞋子里出来一下 我真站错了 真站错了 然后我是平民牌 平民牌 现在是厂上胜最后一只狼人牌 也不知道他是 反正他不是 他是大哥 也不是什么能追轮子的大哥嘛 因为5号被读出去 也有可能是大哥牌嘛 但是厂上胜最后一只 他只能开一刀的狼人牌 因为是 我们也有好消息 砍出了平安夜 我不是守卫 我也是平民 我是一个平民 说一下吧 我这个 我认为我找的PK对象是11号 我会跟11号PK 因为12号是已知的 这个通灵师出局 1号玩家投4 票情上不太能做狼人 2号玩家 顾弄玄虚 而且他也占过12号 且接的2号 6号玩家的精水 比较像洗头精 所以我觉得 2号玩家也不太像 然后4号玩家是已知自爆的狼人 他保了3号 然后6号玩家去到一眼3 然后打3 11有可能是两好人 然后4有可能是狼的这样的情况 是有可能想拉3号的票 所以我认为3号玩家也是排了 你是呢 那个第一天 景下就直接站边 真通灵师的 所以你也排了 所以我找的PK对象是11号 因为当天投到12号 投上的票有6票 我认为错的票是 现在投12还活在场上的 一个就是9号 一个就是2号 一个就是11号 我不认为2号是狼 可能我找的PK对象就是11号 然后我自己的身份就是个平民牌 我把我认为的狼人已经说了 至于为什么站错这个边 我回去复习一下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是真的是坚定自己站边 我才发那个言的 并不是因为我是狼 知道他是我队友 我这样发言去坚定 我只是想坚定一下自己的站边 因为我听景上的发言6跟12 的确是6号发言比12号好 我认为 然后呢 现在已知结果6号是自爆的狼人 那就是我站错了 但是我不是6号玩家的狼队友 因为 我认为可能是我站错了边 所以6号玩家团队的牌都在保我是好人 比如说这样11号 比如说6号玩家 他也主动 刻意强调了9号玩家可能是好人 然后 五八双死肯定是八吃刀五吃毒 这是肯定的 而且对之前对于8号的点评 8号发完言 我也说8号玩家我不觉得你特别像狼 这是我对前这位发过言的点评 别的细节 还有什么能体现我是好人 那我就是 我就是一个阳光的好人 阳光的好人就是好人 然后如果 我找的是11啊 我可能在2011里面 因为肯定在投匪票里面人找狼嘛 如果投了11真的没结束的话 那可能最后一张狼就是2号牌 那可能就是狼狼金 但是都是后话 但是我觉得11应该是最后一张狼 所以我会投11啊 过 10号呢 请大爷 我在狼队的视角里是明的 所以我挑啊 因为昨天晚上砍 肯定是砍得我 我钻完自首的 所以我比较跳出来啊